我們看一下index 這邊是一大堆的這個 程式嘛 那最主要在 網頁上面 讓使用者key資料可以往後傳的 就是phone的部分 所以我們找到phone的那個tag phone的tag在 好那我們 直接來改好了 因為他這邊沒有加好phone 然後呢你可以加action 等於什麼 要跳到哪裡去 那我們就 跳到一個叫做check login.php 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的messor呢 用什麼poster 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在資料庫 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假的站台上面也要去寫這個檔 要去寫這個檔 然後他傳輸的方式是用poster 好那因為我們剛剛有設定sftp 所以我現在把它儲存之後 它就會傳上去了 好那傳上去server之後呢 所以我現在要多一個check login.php 所以 我在這邊就按右鍵 然後另外一個file 這個檔 好那我這個檔裡面要打什麼呢 麻煩這個 同學用google去查一下 各位可以去查這個php 登入範例 噢 PHP登入範例 然後呢去點這個 PHP 會員登入機制 session的使用這個 那這個頁面點進來呢會像這樣子 好那這邊有個完整的介紹 你如果用PHP去寫網頁 然後怎麼樣去驗證使用者身份的地方 好所以呢你看這看一下這個示意圖 那就是 登入的時候它會去登入頁面 然後呢去 判斷它是不是合法使用者 是的話就登入 否則的話就離開 好那我們需要一個checklogin的部分 好 可是呢我們是不是真的要checklogin 沒有 我們只是要抓到資訊 然後呢去做什麼 把它寫入到資料庫去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 就問號php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從使用者那邊接收到資料 比如說userid 前字號userid等於什麼 我們前字號底線post 因為我們剛剛的方法是從post抓到的 那針對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index 我們在輸入 input這個name的部分是email 這個name是email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 從這個 這個應該是中國號 好 所以它從這邊去取得id 然後再來是user的password 好那password的欄位它用名字是 name叫pass 好我們就複製這個pass過來 好然後呢抓到資料之後呢 我們現在先第一步 我們先把它echo看看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抓到資料 好那我們echo什麼 user user id 然後再來是 user的pw 好這邊點 我們現在只是確認它有收到資料 好 ok那我存檔它就傳到server上去了 那我們剛剛這個假網站 那我輸入資料之後 我refresh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 多了幾行tag進去 好那我這邊輸入 好那我run key之後按login 有沒有它是有接收到了 因為我們去呼叫它 好所以呢接下來的動作就是我要去連資料庫 然後把資料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呢我就必須要建一個資料庫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這個 剛剛是210.120. 然後php myadmin 好然後這邊 好那我們要建立一個賬號給剛剛的fishing去用 所以我們 好那我們要建立一個使用者 所以user new 一個account 好然後呢這邊使用者 這樣我們用fishing anyhost 再來是use 我們用password的部分 ok 那database create database 跟名字一樣 跟你的帳號名字一樣 然後呢授權所有的 的這個 操作的權限 可以針對它的資料庫呢去做處理 ok 我們看一下user 好那我們登出 好可以進來了齁 好所以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 建立一個user table 所以我們這邊 針對fishing這個資料庫 然後create table user user 其實我只要儲存帳號跟密碼而已 就是 使用者輸入帳號跟密碼 所以我只要三個欄位就好 這三個欄位呢 第一個呢是用來做id 這個id是 整數然後長度我們用四個 位數 然後呢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我們等一下再加一個 再來我們可以 把它設定成什麼 這個primary 主要鍵 再來呢 Autoincrement 所以它自動會增加 第二個呢 就是使用者的id 再來是 使用者的 password 然後這個character 好然後這個因為 使用者在輸入的時候是email 所以它的長度可能比較長一點 那我們用40 然後再來這個是 password的部分 那假設使用者 他很厲害他可以記錄到20個 他的密碼長度有20個 好然後再來就是 預設子沒有 然後原不允許空白 這樣他密碼要都有嘛 所以我們就 這邊都不用勾 那後面都不用動 好可是呢我希望再多加一個 去追蹤 它是什麼時候 比如說 我要記住 它是什麼時候做的動作 所以我們選擇timestamp timestamp的這個 實戳 然後呢 這個是 current timestamp 好所以我只要建立 它自動就會寫進去 ok然後 這樣子設定完之後 就save 好那save完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user這邊 目前資料是空的 好那再回到我們程式碼這邊來看 那我們要去連資料庫 所以我們要 include 一個叫做 假設我們把名字取叫db conn 點 php檔 ok 好那我們要去連他 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去找的那個 參考網頁對不對 好這個參考網頁上面除了登錄頁面 因為我們已經有 從別的站台上去 呃 砍站 砍一個登錄畫面回來 所以我們就是用那一個人 好那連結資料庫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dbconnect 這個檔 好那我們就把它的內容呢 把它複製下來 好把它複製下來之後 我們放到這邊 好剛剛我們講的dbconnect 這個檔 所以我們再唸一個 叫做db 底線 conn.php 好把它貼上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php 然後呢這個是 資料庫的位置 我們是localhost 那怎麼知道是localhost 就是你的網頁跟資料庫 是不是在同一台 好那如果是的話 就代表什麼 如果是的話代表就是 用localhost來做 好那這是localhost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資料庫 我們剛剛的資料庫名字是叫phishing 然後我們登錄使用者 登錄的這個帳號也是用phishing 然後剛剛的密碼呢 我們是用 隨便設定的那一組 假設我們是用這個 好然後呢 底下這些變數 會把上面的資料吃下來 未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做連線 MySQLi 這個應該 MySQLi Connect 然後呢 如果失敗的話 它就沒辦法連線 然後這邊是MySQLi Query 這邊MySQLi Select database 這樣子 它就可以去取得 我們剛剛的這個資料 這樣資料庫就可以連線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是不是OK 好那假設我們收到資料 接下來要做的動作 就是我把它寫到資料庫去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 西郭的語法 等於什麼 各位可以 假設你不知道指令怎麼做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你在PHP買的命裡面 你去新增 新增一個 一筆資料 然後你就自己隨便打 因為這個是 自動會增加的 所以你這一欄可以不用打 然後你自己可以打一個名字叫test 自己試試看 然後密碼叫test 假設是這樣子 好然後你按go 它要新增了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一段 程式這個西郭的指令呢 複製下來 你把這段 西郭的指令複製下來之後 貼在這邊 好那貼過來之後呢 我們整理一下 因為太長了 insert到哪裡 這個使用者 然後真的拿幾個欄位 ID對不對 那因為 這個欄位我們可以不用給 ID我們可以不用給它 所以我們就 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呢 record time record的時間呢 我們可以不用給 總之呢 我們就是接收這兩個資料 然後傳過去 然後value等於 這邊呢 好 那我們這邊 要給的資料呢 就是什麼 剛剛我們的這個user id pwd 然後這個是什麼 user p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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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後面這個呢 就可以拿掉 因為我們前面呢 只有留兩個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已經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來測試一下 這個假站台 這是我們剛剛的假站台 對不對 4080 4080 然後fishing 這時候我們來試一下 我把 假設 我是 不宜有它的這個使用者 我就 key了我的密碼 然後呢 就按login 送出之後呢 失敗 好 那這個失敗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他有可能是在這個地方出錯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成功的話 他應該會 顯示這兩行 才出錯 可是他在 沒有出現到兩行之前 就錯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有可能是哪裡的錯誤 剛剛在debug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註解掉 試試看 這樣子會不會成功 如果可以成功 我們再往下做 好來回到上一頁 那我們給資料 無法使用資料庫的問題 是出在哪裡呢 無法使用資料庫 select db 好 那我們這邊 變成這樣子 前字號link等於 connect 然後呢 這邊要加入一個 前字號link 多好 這樣子 好 再試試看 好 那帳號密碼都出現了 那接下來就是寫到資料庫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這邊 好 連結資料庫成功 回到這邊來之後 echo出來 那有了這一行 接下來我們就要 執行他 所以 我們就用 剛剛的那個 query的指令 seql 然後呢 query 所以這樣子 括號 裡面打什麼呢 就打這個 前字號sql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讓他跳頁回去 那 各位可以上網去找一下 比如說你想要找 php 然後呢 跳頁 好 那這邊有一些語法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比如說 你要用javascript html的跳頁呢 就是echo這一段 讓他跳去哪裡 然後呢 另外你用php的話 就是這樣子做 那 這是用javascript的方式去寫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meta這邊 他有 可以控制幾秒 所以我們就用他來做 好 所以我就寫到這邊 用什麼 echo 我寫完之後 就要做什麼事情 寫到資料庫之後 我就讓他跳頁 跳回去哪裡 要讓使用者不宜有他 要讓使用者不宜有他 所以呢 我就 讓他停個一秒 之後 跳到哪裡去 http 我們剛剛的假網站 我們剛剛的目標網站 犧牲者是在這邊 這個 我就把這個網址呢 複製起來 然後貼在這裡 那他會看到一模一樣的頁面 但是呢 他不知道說剛剛在假頁面 已經被偷了帳號密碼 然後UL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加一個 分號 可以看到出來這一行 這是西口的語法 寫到資料庫去 然後這個真的去執行他 執行完之後呢 就跳頁的動作 跳到真正的頁面去 你又覺得怎麼晃了一下 又出來 然後你就再輸入一次 然後就進去 所以呢 你可能會 得到一個感覺 我剛剛是不是輸入 密碼錯誤 那我就要再仔細的去key 他就會進入真正的 這個帳號 真正的站台 那你就不會 去注意到 第一次的那個頁面 是假頁面 好所以來看一下 在這邊我們看 我們先 這是 假網站對不對 來了 假網站 重新整一下 這是假網站 然後呢我輸入 比如說這個 輸入密碼之後 用login 好 然後他就跳過來了 那剛剛出現那個是 我們在檢查 說他是不是有執行 所以 這兩個echo呢 可以拿掉 好 問題是他真的有寫到資料庫嗎 我們到PHP買的命來 看一下 user這個 他有真的寫進去嗎 我們來看一下 browse 他就只有一筆 他並沒有真的寫進去 好那 問題出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語法 我們來查一下 他的 PHP的語法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 myscq myseq cquery cquery 我們掃了這個 這個cquery呢 他是要再加一個 link的部分 他前面要加一個 link 然後再來是語法 ok 好所以這邊呢 myscq icquery 前面要加一個 前字號link 那這個link哪裡來的 是剛剛dbconnect這邊 所建立出來的物件 這個link 然後帶過來這邊 用這個通道呢 去把這個東西執行下去 所以來 再執行一次 我們在假網站上面 這是假網站 這是假網站 所以我們就 假設我是被害者 我就很努力的去輸入 章話密碼 之後按login 來 又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頁面 因為我們剛剛都在 跳過去之後的頁面上 所以一直測不出來 事實上應該是要回到40 這個是假網站 這個 這是假網站 4080才是假網站 然後我就輸入資料 比如說 那剛剛應該 這個改完的 應該是 有在運作 應該把它改回來 這個eco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mark掉 這樣子 好然後這邊我們 輸入 test 然後密碼 然後呢login 跳了一圈 跑到這個 真正的站台 從假網站 跳到真的站台 那你又出現這個 所以就是 欸我剛剛是不是 出了什麼問題 打錯什麼 就重新再輸入一次 好那我們看 資料庫裡面 有沒有被寫入了 是不是就抓到了 我剛剛被害者 輸入了帳號密碼 在什麼時間 在什麼時間 輸入了帳號密碼 好那這樣就被抓 就 你就偷到他的密碼了 所以再來 假設又有一個人 傻傻的 去 在這個假的站台上面 key入了一些資料 比如說這次換 然後密碼呢 他key完了 然後按login 也是一晃 又跳到 真正的頁面 這跳到真正的頁面 然後資料庫裡面 就又出現了 一筆 我做到第二個人 他輸入的帳號密碼在這邊 所以假網站呢 他的作用就在這邊 我製造一個假頁面 跟真的一樣 然後呢key完之後 他就會轉跳到 真正的頁面 讓你不宜有他 就是假網站的一個設計法 OK 好所以我們剛剛有介紹到了 怎麼樣去建立資料庫呢 來收集被害者的機密 好那 透過這樣子的練習呢 讓同學了解到 這個駭客在通你資料的時候 會怎麼做 那同時也讓大家去了解到 假網站的這個網址呢 有可能被偽造出來 所以 同學在使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要多三思 避免這個 釣入這個網路釣魚的這個陷阱 那以上 這個 網路釣魚的資訊呢 跟各位分享 會建立 最多的 一操視 fra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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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